欢迎来到万门大学 雅思写作精品课程系列 今天我会为大家讲的主题是 如何在雅思写作之中 避免母语的影响 我是主讲教师黄军福 今天我们会通过四个方面 对这个主题进行一定的论述 第一就是用词方面 第二是语句方面 第三是思维方面 第四是关于文章的架构层面 在用词方面 我们会看不同的例子 尤其是一些考生经常会犯的错误 来进行一个论述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 红色的部分是我们在母语之中 我们所想要表达的一个语句 比如说我们想说 课外活动会耽误学业 这样的一个表述 然后我们自然而然就会将不同的词汇 进行直接的翻译 比如说我们会将课外活动翻译成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然后我们会将单误翻译成延误 比如说delay 我们也会将学业翻译成study 由此我们会出来一个句子 比如说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这样的错误是考生在进行关于学业 与课外活动 这样的一个母题的之下 常常会犯的一个错误表述 首先我们要理解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它虽然会影响学业 但是这个学业所谓的影响 其实我们应该用另一个层面去思考 其实它所说的是 课外活动会对我们的学业 有不良的层面影响 因此我们可以说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will for sure have bad effects on our study 我们用bad effects来表达坏的一种影响 而不要用delay 延误这样的一种表述 第二 当我们进行论述 我们想有第三方的客观的论据 来证明我们的观点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想 不如我们拿科研文章 来作为一个论据 所以我们会说 科研文章指出 这样的一种表述 科研我们可以说 scientific research 文章我们会直接想成article 因此我们可能会出现 scientific research article points out 这样的一种表述 可是这样的表述 其实是错误的 科研文章在英文来说 有着自己特定的语言表达模式 我们应该直接说 research paper或者是tweeters 这样的一种表达 research paper就是科研文章 tweeters则是更加正式的论文 我们可以这样用 我们可以这样用 research paper points out 或者说我们想用 tweeters points out 则会更加的准确的表达出 我们所想说的观点 第三 常常会有关于课外活动 或者是养宠物这样的事情 进行一种论述的情况 我们会想这样的过程 是对我们身体有益的 因此我们会有一个表达说 它对我们的身体有益 身体我们会想成body 有益我们会想成beneficial 或者是good for 然后我们会给出 it is good for our body 这样的表述 然而其实所谓的身体 在西方的结构而言 他们的思维之中 其实身体就是健康的意思 所以我们应该改变 我们的写作 应该说成 it is good for our health 而不是good for our body 第四 我们常常会在论述 某一个客观主题的时候 我们希望从大的方面入手 一步一步地收窄我们的观点 我们也许会想到 这样的一种表述 在现代社会之中 国家这个词 现代我们是modern 社会是society 然后我们会说 in the modern society the term country 然而 其实在西方的结构而言 在他们的思维之中 society country 他们所指的是 统一性质的东西 因此 当你说出society的时候 country 其实正正是包含在 这个词里面 因此我们要反过来去思考 其实现代社会所指的 究竟是什么 其实我们的表达 是想说 在现今的这种世界 环境之中 国家这个词 什么什么 因此我们可以说 in the modern world the term country 而不要直接翻译成 modern society 另一个常见的错误 是当我们认为 人与人之间的 关系论述时 我们会有 这样的一种表述 比如说 交谈是第一步 交谈 我们可能会想成talk 或者是chat 而第一步 我们会想成 the first step 然后我们直接出来 talk is the first step 然而我们必须明白 talk这个词 是一个动词 它不可以被安排在 这个位置 这个与交谈 是不同的 因此我们不妨 转过来思考 其实这一句 可以更改成 沟通是第一步 也就是说 communication is the first step 而不要说成talk is the first step 另一个常见错误 是我们会说 在学校的某些状况 某些得者的时候 我们会说 从学校 学习知识 这样的表述 在中文来说 是完全可行的 然而如果我们 直接翻译成英文 我们将学习变成learn 将知识变成knowledge 我们变成了 learn knowledge from the school 这样的一个表达的时候 其实是错误的 因为学习知识 在西方的思维之中 已经有一个固定的模式 和结构短语了 其实我们应该直接想成 acquire knowledge from the school acquire有吸收的意思 因此考生必须记住 在雅思的写作之中 当我们想说 学习知识这样的表达的时候 我们应该直接思考成 吸收知识 因此就会出来 acquire knowledge 第七 当我们在表达 某些社会的状况时 也许我们会出现 关于残疾人士的 一个表述 残疾人士 残疾这个词 也许我们会想成 deformed 人士 person 我们直接出来 deformed person 这个词 其实deformed 是主要表达机器 或者是死物上的 一些无法运作 因此如果我们说 deformed person的时候 其实带有一定的 贬义 雅思写作之中 考官十分关注 考生写作时候 用词是否恰当 褒义和贬义 必须有着 十分明确的分割 如果我们在这里 使用 deformed person 在考官的角度而言 他会觉得 你不尊重 这群人士 因此造成误会 是在所难免的 其实我们不妨 使用disabled person 来进行一个表达 所讲的 这是一些 不太方便的人士 其实也就是 残疾人士 另一个 当我们说 某些事物 是我们的一种 精神食粮的时候 我们会想 精神 就是thought 食粮就是food 我们就直接说成 food for thought 然而 对于西方角度而言 精神这个词 我们应该用 更具体的东西 来去表达 比如说 mind 或者是soul 思考 或者是灵魂 因此 我们应该说成 food for the mind or for the soul 这样的一种情况 另外一个部分 经常会受到母语影响的 就是在于我们的语句方面 我们常常用的一个用法 比如是说 人 受些叫好 在这里 受 可以直接被翻译成 thin 而叫好 可能是 good for 那我们会说 it is good for a man to be thin 但其实 这里 这一个中文语句 所想表达的受 并不是西方 所想 所说的 那个thin 因为thin 其实是有一定的贬义形式的 其实在这一句之中 是想人 更加的苗条 更好 所以我们应该这样说 it is preferable to let a man stay slim 我们不要在 雅思写作之中 经常使用 good for 去表达 某一样东西 对某一个人好 这样的表述 我们可以将 语句结构 进行一个重置 来获得一个 更高的分数 因此 it is preferable to let a man stay slim 这是一个 考官也会喜欢的 一种 英文语表述 另一个常见用法 我们会看见 这个文法上的错误 其实 从考生的角度而言 是知道的 但是难免在粗心大意 或者紧张的时候 可能会造成 一点的误差 比如这一句 虽然知道他的人不多 但他在这些人中 名声却很响 reputation就是名声 but就是但 因此我们很直接的 会用 odove but这样的语句结构 odove he is known to only a few but 这样的情况 然而odove和but 两者是不可以并存的 当出现odove的时候 我们应该把but 删除掉 也就是说 我们应该写成 odove he is known to only a few his reputation among them is very great 这样的表述 其实便是表达出 我们中文所说的 某一个状况 比如说虽然 然后 但是 这样的表达 另一个表达 我们会在 表述科学科研的时候 我们会说 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功 巨大 我们会常常想到的是 big 或者huge 而成功 success 因此我们会说 it is a huge success 然而这样的表达 其实并不符合 西方的思维和语句结构 我们应该换个方式来表达 应该是 it is an incredible success 这样的语句 是最符合西方思维的 另一个 当我们说到 实现梦想的时候 我们会想 实现是achieve 梦想是dream 因此我们便直接的翻译成 achieve the dream 可是 其实在西方的角度而言 我们应该把实现这个词 翻译成realize 它是一个具体词 指某些东西变成一个实体 realize这个词 应该跟梦想互相搭配 还有一点必须谨记的 就是 梦想这个词 中文可能没有一个众数的表达 但是 在英文来说 我们应该是dreams 所以我们应该写成 realize these dreams 实现了这些梦想 另一个 我们会说 当某个观点 我们进行一个阐述 然后我们想说出 也有其他的人 会有另一个观点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说 还有人喜欢 这样的一种语句表达 有人 我们可能会想成others 喜欢 就是like 我们就直接翻译成 and others like that 这样的一种表述 但其实是错误的 我们应该明白 like这个词 在西方之中 有着喜欢的意思 因此我们不妨 换个角度来说 我们应该用 others in favor of 这样的表述 更符合雅思写作考官的要求 以及西方写作的思维 第六 我们认为某一个观点 需要一个十分强的力度 来去证明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用 不惜任何代价 这样的词汇 然而我们会明白 不惜 我们可能会翻译成 no matter 任何any 代价 cost 我们就会直接翻译成 no matter any cost 这样的表达 经常出现在 雅思考生的考卷之中 然而 其实不惜任何代价 有一个十分固定的表述 就是 at all costs 在任何的代价之内 第七 当我们在进行 正反 两方面 我们想进行一个 直接的表述 想说明一个事物 有着这两方面的 看法的时候 我们会说 正反 两方面 经常我们会直接翻译成 good side bad side 也就是 the good side and the bad side 好的一面 与不好的一面 但其实 真正的用法 更准确的 应该是用 pros and cons pros and cons的意思 就是正方 与反方的意思 另一个 我们可能会说出 关于贫穷或富有 这样的一种主题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有 世界的每一个地方 每一个角落 这样的表达 每一个 every 角落 corner 也许我们会说 at every corner in the world 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直接的翻译 但其实更准确的 西方的语制表达 应该是 in all corners of the world 是 in all 这样的一种 借词表达 然后 我们会说 接受正规的教育 这样的一种表达的时候 正规 就是formal 教育 education 也许我们会直接说成 formal education 这个表达 不是不行 只是 不太符合 西方人的逻辑思维 我们也许可以说出 formal schooling 与formal education 互相替代使用 作为一种 同意转换的手法 出现在文章之中 在思维方面 相信很多人都见过这样一个图 讲述的是德国人与中国人的思维 但其实西方思维便是如图中所示的一样 从一个点 到另一个点 直向的思维 而中式思维 则是如乱麻一样 从一个点 不断的转换 直到另一个点 这样的思维模式 常常出现在 我们的语句之中 尤其是在结构的上面 在白话文的影响之下 中国人写作 很多时候会使用句号 这样的一个观点 值得深思 句号 无论我们怎么处理 都无法避免信息的流失 世界在转变 信息却稍纵即逝 如果我们直接将它翻译成英文 可能会变成 The perspective is worth pondering Because no matter what we do The losing of information is inevitable The world is changing The information is transitioned 然而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见 太多的句号 虽然符合了 跟中文的翻译 几乎完全一样 但是却并不是 西方语句的必然结构 西方语句之中 更偏向使用逗号 来表达被完成的一种思维 或者是使用连接词 来提升它的一种连接性 提高它的紧密度 因此我们不妨将这一句改变 用连接词来作为中间的插入部分 比如我们可以说出 The perspective is worth pondering since no matter what we do The losing of information is inevitable The world is changing while the information is transitioned 这样的表达使用了since和while 作为连接词 取消了用句号或者逗号的形式 其实更大程度的是增加了 整个文章的一个整体结构 主要是提高了它的紧密度 使文章不会读起来松散无序 而在文章的架构方面 我们刚刚所看见的是思维方面 中西的差异 而在这里我进行了一点点的调整 加了一条线来去表达 西方在文章结构上面的一种思维模式 我们可以说从一开始的顶点 慢慢一层一层的论述到最后一点 然后它再返回到原初进行一个总结 这是西方的思维模式 然而在中国的写作之中 常常会出现这样的一种乱如麻的一种状况 甚至如果一有不慎的话 可能还会失去了所要结论的最后一点 而显得文章从开首到结尾是一个散文 而不是一个论述文章 这样的情况我们是必须避免的 尤其在雅思的写作 在英语写作之中 我们要谨记写作有一定的模式和结构需要遵循 比如说我们会有开首 我们会开宗明义的说出我们自己的观点是什么 然后说出我们的立场 说出我们的中心论点 进一步我们会进入正文 正文我们可能会给出不同的论据 也许会有三个两个 但千万不可以少于两个 在每个论据的开始第一句 我们要给出这个论据 所想表达和声明的是什么 在完成正文之后 我们到达结论部分 结论部分主要是 第一要回应开首我们所立下的一个立场 然后我们必须用结论更加的坚定自己的见解 而在一个文章之中 开首正文和结论 一般来说都会按照这样的结构如下 开始我们在开首段 Introduction 我们会有一个开首句 开首句的意思 我们一般会用一种同意转换的概念 也就是我们虽然在深述我们的观点 可能这个观点跟文章跟题目所给出的观点是一致的 但是用词和语句结构方面 我们要进行一定的调整 不可以直接的将题目抄下来 然后我们要给出一定的背景资讯 也就是跟题目相关的一些背景 来去证明我们对这个题目有着一定的了解 然后是给出我们的中心论点 比如说我们要给出文章 我们所要陈述的内容和我们的核心主题 简单的道出自己的观点便可 然后进入正文的论述部分 在这个部分我们会有段落开首句 段落开首句的意思就是说 每一个论句的第一句 我们要有一个topic sentence topic sentence的意思就是说 它说出了我们这个论句 所想要表达的一个核心思想是什么 因此我们无论是论句一、二、一或三 都应该有一个开首句 去让考官直接了当地了解我们这一段 所想说的是什么 而在结论conclusion的部分 简单而言 我们便是又要通过同意转换的概念 来重新申述自己的观点 好,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